如果把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和32个血气方刚的男人一起放在荒岛上 会发生什么 如此荒淫的设想在二战时期还真的上演过 33人在荒岛上生活了整整6年期间发生的事情 颠覆所有人的散观 二战初期 小日本国土面积不大 但却野心勃勃占领了不少岛屿 为了将这些岛屿充分利用起来 日本大肆鼓励民众到岛上生活 当时年仅16岁的和子积极响应政策 并在其中一个岛上工作时 结识了丈夫郑一 两人一见钟情 迅速闪婚 生活虽然没有大富大贵 但却非常幸福 1944年 郑一的工作出现了变动 上级安排他和领导中理 立即到安纳塔汉岛上 监督岛上的20名土著工作 而和子因为不愿与丈夫分开 因此也一起登上了这座荒岛 他们很快就在岛上安家 并利用闲暇时间 在这里养了鸡鸭等牲畜 并种了蔬菜和粮食 日子虽然过得清贫 但却没有任何烦恼 这里就像是远离战争的桃花园一般 然而好景不长 前线传来消息日本战败 美军正在轰炸一些日军占领的小岛 而其中一个被轰炸的小岛 就是郑一妹妹生活的地方 他实在担心妹妹的安危 又不愿和子跟他一起冒险 因此独自一人驾驶着 唯一的船离开了安纳塔汉岛 和子看着远去的丈夫 每天都在祈祷丈夫早日归来 然而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郑一却始终杳无音讯 渐渐的和子也不再对丈夫抱有希望 调整好心态后 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 经过长时间与钟离的接触 他逐渐对钟离产生了感情 但两人中间隔着一个正一 因此两人都没有将这段感情说破 不久后 这座小岛也遭到了美军的轰炸 和子与钟离勉强保住了性命 但他们种的粮食却被炸毁了 好在牲口还活着 生活虽然不能跟之前相比 但也不至于缺耻少穿 唯一的变故就是 岛上原本的20个土著 遭到轰炸后不知所踪了 轰炸结束后 和子与钟离江岛上重新收拾好 一切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种平静的生活 很快就会被一群不速之客打乱 一个日本女人和32个日本男人 一起被困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 究竟会发生什么 短短6年时间 13人离奇死亡 而女人的遭遇更是令人难以想象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44年的6月12日 美军在安纳塔汉岛附近 发现了四艘奇怪的日本渔船 于是就进行了无差别的轰炸 几枚炮弹丢下去后 其中三艘当场就被炸了个稀碎 没等船上的人反应过来 就已经沉入海底喂鱼了 只有一艘渔船 因为受损没有那么严重 船员们纷纷跳水 强称着游到了安纳塔汉岛上 这才保住了性命 而侥幸活下来的31人中 有10人是经过训练的海军 其余皆是普通船员 由于他们是在岛的另一端上岸 并不知道这座岛上还有其他人 因此一直将这里当成荒岛 31人在岛上靠着打鱼和摘野果生活 原本以为生活只能这么凑合着过 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在摘野果时 突然发现了同样来摘果子的盒子 双方互相试探了一番后 终于确定了老乡身份 盒子立即邀请这些人到家里吃饭 而他们也顺理成章地生活在了一起 30多个人一起生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毕竟每个人都要吃饭 而岛上的粮食原本就比较匮乏 但好在这些人非常勤快 每天分工明确 有人摘野果 有人打鱼 还有人帮助盒子种菜喂猪 这里远离战场 还不用上班受气 每天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填饱肚子 这样的生活简直不要太快 然而很快 他们之间的第一场矛盾就出现了 岛上的物资虽然不充足 但经过合理分配 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些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岛上男人多 女人却只有盒子一人 东西能分 人怎么分 因此解决完温饱问题后 很多人就将目光放在了盒子身上 并且经常向路飞飞 面对这些恨不得眼冒绿光的男人 盒子的心里也止不住的害怕 不久后甚至有人因为盒子而大打出手 虽然打架的两人被人及时拉开了 但大家觉得这样不是长久之计 只要盒子没有归属 那么这些人就不会死心 最终经过商议 大家决定让盒子与钟离结婚 然后远离大部队独自到另一段生活 他们为盒子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而盒子与钟离也按照约定 远离了大部队 岛上的生活这才再次恢复了平静 但这些只是表面 虽然大家都不说 但各个心里却都在想盒子 有些意志力不坚定的人 甚至还偷偷地跑去看盒子干活 虽然惦记盒子 但他们并没有越界 这样的生活 仅仅维持了一年 随后一场意外 再次打破了岛上久为了和平 1946年 有人在岛上发现了一架破损的战机 并在里面发现了几把枪和子弹 由于当初上岸的31人里有10个海军 因此经过他们的拼凑修理 其中的两把手枪竟然被修好了 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拥有了热武器 这不就意味着拥有了绝对的实力吗 在没发现这两把枪之前 遇到问题都是大家举手表决 少数服从多数 但自从发现这两把枪后 岛上的事情自然而然的由持枪的两人说了算 而这两人拥有权力后 立即就将目光再次放在了和子身上 一个女人和32个男人被困在荒岛上长达6年 期间不断有人丧命 人性的险恶程度在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那么他们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了呢 1946年 安纳塔汉岛上的两个男人仗着手中有枪 于是强行插足了和子的生活 原本和子与钟里的二人世界被打乱 变成了四个人的生活 但是很快意外再次发生 这天有人突然在岛上发现了一具同伴的尸体 巧合的是 这个死者正好与两个持枪人发生过矛盾 因此大家都认为两持枪人就是凶手 但他们却敢怒不敢言 毕竟拳头比不过钢枪 此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一场杀戮正在悄然逼近 敌人遇害后 大家逐渐意识到 有枪就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因此将原本对和子的热情 全部投入到枪上了 并陷入了疯狂的夺枪大战 期间不断有人丧命 而两把手枪也不停地更换主人 谁有枪谁就能得到和子 几乎成了默认的潜规则 钟里怕自己也会丧命 于是自愿退出了争夺 重新回到了大部队中 但抢夺不仅没有结束 反而越来越激烈 大家都想得到绝对的权利 但又怕自己得到之后会没命 他们觉得这两把枪是罪恶的源头 因此经过商议后 大家一致决定把枪丢进海里 然而没了枪后 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回归到原本的安稳 因为他们再次将目光放在了和子身上 并且经历过夺枪大战后 大家的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不再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了 而是更崇尚暴力 因此岛上依旧不断有人死亡 这种趋势甚至还越演越烈 原本的32个男人 现在已经死了13个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 为了保命 他们再次聚在一起 而这次他们将和子当成了罪恶之源 决定杀了和子 但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 就被和子的爱慕者提前泄露了消息 而和子也不敢耽搁立即逃跑了 虽然这座岛不大 但想要找到一个刻意躲起来的人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和子提心吊胆地躲了一个多月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 直到1950年6月 他终于在海面上发现了一艘美国军舰 这才被成功解救 回国后 他将岛上的事情告诉外界的人 并请求他们带岛上的人回家 等岛上的19人被接回来时 日本早已物是人非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些人被救回来后 竟然将过错全部推到和子头上 但由于他们每个人的说辞 都在极力为自己辩解 因此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当社会没有了约束后 人性中最丑陋不堪的一面 就会暴露出来 毕竟人性是最经受不住考验的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